这是中国最后的争取一盒菜 因为我们城市人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 感觉压力非常大 但对于我们父辈来说 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以前是非常艰辛的 所以都想去看一看 他们以前到底是怎样生活的 我叫福建郎 是当地的一个村民 小火车作为当地的重要的交通 出情的工具 通过剩小火车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 就是现在的妻子 我结婚已经三十年 所以说小火车也是我们的姻缘 也是个姻缘 所以说很愉快 如果这种乘坐这个蒸汽小火车的旅游方式消失了 我可能会感觉非常的遗憾吧 因为这种它可以说是我们工业革命的一个活化石 也是我们展示就是缅怀过去的一种方式 让我们体会到以前父辈的一个生活 因为对于我来说 可能我想我更多的朋友 或者说包括我以后的小孩家人之类的 我可能都会想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 我可能会想带他们过来体验一下 把这些人们进去的地方 当然也当事件不得了 不得了 是在这一部分的画面 是这样的一个人 有些人在那里的画面 是一部分的画面 这个目的画面 就是这一部分的画面 是挺有的 的 我是不是个人的 是这个画面 像我们现在的画面 當地的居民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好事情 因為東西好賣了 不管是飯管的生意也好 當地村民的農夫產品也好賣了 當地的居民經濟收入就提高了 我真的很高興